路邊停車隔 前方的隔位空了一個大隔 而這輛車子已經停超出隔子外了 後方的車子有努力擠在車隔內 但是意外離讓車子因為車身超過一半 遭到拖掉 事發在7號地點在左營文康路上 民眾認為車被拖走 前車是不是要負點責任 因為前車停太後面 導致後車停不進去 車尾巴露在隔線外 才會害後車被拖掉 荷包損失 違規的照片看到 黑色休旅車幾乎是一半在隔線外 加上位置剛好是十字路口轉角的紅線區 違規事實明確 他會把車停成這樣子 不好好停 眼睛都沒在看吧 我是不太敢停 不要做紅線 因為後面就是路口 人家轉彎一不小心就撞到你了 實際測量 前車空了將近160公分距離 後車輪已經超過了停車隔線也是違規 至於後車 車身也超出了隔線 等於停到了紅線上依法開罰900元 後車認為前車有侵犯 有侵犯到他的權益 以報案的方式 請警方到現場去釐清 前車的位置方式不宜規定 儲600 一般來講只要輪子在車隔外就算違規 但如果前車違規 後車可以報警檢舉開單 至於後車要嘛不停 不然就要想辦法緊貼在隔內 否則超出隔外就是違規 一碼歸一碼 兩輛車都是錯誤示範 TVBS新聞江麟 宋佩文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